當然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是希望說在這邊加兩個按鈕 也就是這樣 兩個按鈕一個按下考評 一個是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剛剛的七個欄位 一按七個不見了 再按一下那七個就出現了 有沒有 這樣滿方便的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再按按鈕 事情就解決了 真的 很多人會寫程式的話 他可以把一整天的工作 全部把它串起來 變成一個按鈕 以後都按下去 老闆要什麼 有沒有 好你已經寫了 但是有時候 我發現有些人 他不一定會讓老闆知道 他效率這麼快 為什麼 因為老闆覺得你效率很快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更多東西 所以他怎麼辦 他就寫完了 然後等到算好差不多時間 而且還要知道說 哪個時間是最好的 因為不能在下班前 可能還要算好時間 那個時候不能老闆覺得說 還有時間 你還可以再增加一點工作 時間的話 他有個巧妙 不過他每天就多很多時間 可以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像我之前的學生就是 很多時間就可以拿來練功 就是把這些東西練得很熟 所以他後來就可以再去轉職了 比如說他可以跳到別的地方去 薪水又可以再提升 不然的話說真的 現在真的 我不知道全球性的低薪 這個好像也是普遍性的問題 對年輕人真的是相對的是比較 沒有那麼友善 我是覺得 就是說如果以我們那個年代來看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相對的是比較 有一點好像比較好一點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不過我覺得這落差也滿大的 就是薪水高的很高 薪水低的就真的低的很低 那我覺得可能歸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能不能在畢業之前 就是說具備有職場上需要的技能 這件事情 應該是跟你的薪水高低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個相對的關係的 OK 那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你進的那個行業 應該差滿多的 不同行業別的薪水差十萬八千里 真的有的行業它的天花板再怎麼高 還比人家的最低的還要低 像現在台灣最夯的應該是半導體業吧 所以如果你可以進到半導體業的話 哇 你最低的都比別的行業的最高 都還要高很多 OK 不過前提是你要能夠進到 而且可能你要的專業技能 可能又不一樣 其他可能像什麼金融業好像還不錯 OK 那可是好像最慘的好像我看一下 好像是什麼 那個出版業好像真的是滿低的 出版業平均薪資是不到三萬塊 好像是普遍性的 另外好像跟教育相關好像也不太好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將來 你的薪水是比較高 可能還要這兩個方向 可能要想一下 你能不能進到某一個產業 薪水比較高的 第二個的話 那個行業裡面具備的專業技能 你是不是有 如果有 當然比較有機會 如果沒有 當然相對 可能要進入那個就很困難的 所以有跟那個什麼電腦相關的 好像很多其實薪水也會比較相對好 尤其是軟體設計方面的 我覺得至少才怎麼樣 也不至於會太差 OK 當然這個普遍性每個行業 都需要這個技能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剛剛的七個欄位 變成七行程式 然後外面再加一個迴圈 其實就可以做出這個效果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寫出這樣的一個公式的話 有沒有 考評跟清除這兩個 那我應該怎麼寫 以後的話 記得第一個 反正就是開發人員先叫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 固定的SOP 第二個的話 就是什麼 再到那個什麼 不不不 這既然開發人員這個已經叫出來 這個我想前面講滿多的 其他命令開發人員這個我就不講了 前面講滿多次的 然後再來就Visual Basic 那請你把Visual Basic這邊寫兩個SOP就OK了 一個SOP的話就清除 來姿態小把它稍微把它釋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至少切到12吧 那一樣嘛 反正這個邏輯是這樣 如果你要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考評 一個清除 那你就要想到說 它的對應關係的話 那一定是在一個模組裡面 要產生一個SOP 叫做考評 這個SOP其實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清除的話 那就是執行這一個 所以你按一下這個按鈕對應到這裡 這個按鈕對應到這裡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是我們要做的事啦 那怎麼寫 基本上呢 就是有七個欄位 所以七個欄位做一樣的事情 外面跑個回圈 其實就寫完了 那怎麼做 我們來寫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所以我把它恢復成原來的原始狀態 這個模組我先把它移掉好了 OK 我拖欄一下這個字好了 這個字OK 好 那第一個我把假設把它先移掉好了 恢復跟各位一樣 好像移錯了 我馬上開了 這邊還有一個 把這邊 OK 那第一步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們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的話 那你就記得 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個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假設要寫兩個按鈕的話 我是建議先寫清除 再寫考評 為什麼 因為清除的話呢 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就是打一個sub sub控一格 有沒有 然後清除就OK了 sub清除 然後enter就可以了 那enter的話 它會自動出現這些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清除哪一個範圍的資料 那我要的範圍應該是 回圈範圍的話是第三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跟他講說 4回圈 4 i 等於第三列 到 到的話就true 第幾列呢 當然以前的做法是直接Ctrl向下 看一下 這個最下面是40 可是問題哦 如果你假設40的話 會有個問題 就是將來呢 你其他的工作表不OK 所以這邊請各位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向下追蹤 這個追蹤的這一行寫法 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以後的資料範圍 都不會是固定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向下追蹤的話 有點像這樣 游標先放在A3 不能放A1 因為放A1 Ctrl向下好像會失敗 Ctrl向下 它會跑到A3 所以請你把它放A3 然後Ctrl向下 所以先打一個range 然後打一個A3 然後後雙引號後括弧 點的話呢 打一個endend end的話就是有點像Ctrl鍵按住 在前括弧的話呢 找一下xldown xldown就是Ctrl向下 其實Ctrl向下就是xldown 然後呢 幫我抓到Ctrl向下之後的列 所以有點像Ctrl向下了 Ctrl向下 有沒有 它的列呢 就是這個Row 所以你在後面再加一個點Row就可以了 點Row的話呢 就是幫我把這個列的屬性 也就列的數字 幫我把它帶過來 所以得到的應該會是40 所以就是3到40 那Enter兩下打一個nest 好 那先確定什麼 先確定這個範圍的部分 範圍有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呢 先再來寫什麼 寫清除 那清除的話總共有幾欄呢 bdeklmn 所以你就打什麼 之前有寫過按個tab鍵 打一個sales 然後哪一列 就是i列 然後逗點 哪一欄 就是b欄 然後後面的話加等於兩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b欄就全部 因為它會先清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一直到第四 所以就把裡面清空 這個叫清空 OK 然後Enter一下 底下 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 你就寫一個b欄之後 把這個複製 然後再貼六次 因為有七個欄位 貼一次 貼兩次 5 好 6 然後分別把它的欄位名稱改一下 應該是bd 然後再來 你看一下這邊 所以bd1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bd1 然後klmn 這邊把它改了 k 所以有的時候我是建議 你的VBA請你把它縮小 可以移動 這樣比較好看到說 你將來要寫什麼樣的程式 bl 記得字不要打錯 寧可慢一點 不要打錯 mn 好 清除寫完了 特別注意 清除寫完的時候 你不要直接執行 因為你一執行的話 上面的公式都會全部不見 我們等一下要複製就沒得複製了 所以先不要執行 再來請你把這個清除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 再貼一次 你說為什麼要貼一模一樣 不是一模一樣 就是拿清除來改成考評 那考評跟清除什麼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 所以把名稱改一下 貼了之後把名稱改成叫考評 那裡面最大的差別是一個有公式一個沒公式 所以請你把考評裡面的公式貼過來 它怎麼樣貼呢 其實就直接把這邊裡面的公式 就是B欄的公式 就是把B3儲存格裡面的公式選起來複製 按取消之後 再切到Visual Basic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B欄的位置 所以把它貼到這裡 可以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以此類推 所以D的話一樣把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再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這個B欄的貼一下 反正你就先貼就對了 至於要不要改一定要改 那改哪些等一下再看 反正就把七個欄位的公式 分別貼到清除 改之後那個雙引號裡面 所以這邊是K 這邊是把它直接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這邊把它貼一下 那貼完之後的話 最後已經離…最後剩一點點 那你假設現在執行的話 它的公式呢 它會變成每一個都長一樣的 也就是說都會針對A3 有沒有 這邊A3都不變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記得要把這個A3的3 改成I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知道改哪一個啦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到那個工作表裡面 到B欄 這個叫A3 下一個應該A4吧 有沒有發現 只有這個地方變 3變成4對不對 所以把這邊的3改成I 所以這邊要改I的方法 前面我有講過那個口訣 雙引號兩個 先選取三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再移到中間 那把I串在裡面就OK了 把它串一個I 然後記得M的前後加空白 好 這樣第一個OK了 這個OK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 那就是B D欄 D欄這個 這個A3 所以一樣 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是不是也一樣 這個也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個都應該都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比較多 這個的話有幾個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就是F3 H3 H3 這個 然後這個的話 也是3把它改成I 這個也一樣 這個 把3改成I 這個名次 都一樣 OK 所以我們把同樣的動作 可能要看一下 這個要改 所以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最難的應該 最容易發生出應該是 然後M的前後加空白 M的前後加空白 好 那底下其實有個比較聰明的做法 就是前雙以後到後雙以後這個範圍 把它複製一下 以後的話用貼的好像比較快 A3這邊把3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其實就做剛剛那個事 所以這個一個 那F3這個貼一下 G3的3貼一下 把它蓋上 H3的3 蓋一下 OK 所以這個 這個底下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就只是把它的列號 改成什麼 改成I的變數 把它串在中間的意思 所以這邊都一樣 L3 把它放兩個雙引號 然後兩個AND一個I 這個是M3 改成這樣子 好 改完了 這樣的話基本上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最後呢 當然你就加兩個按鈕 這個按鈕各位自己加一下 把它按一下 清除 有沒有 有沒有 清掉了 烤坪 又自己加上去了 這樣都OK了 有沒有 所以蠻方便的 Ctrl向下 對 都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一個有沒有 這個住專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工作呢 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這兩段程式的話 我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雲端白板上面應該也有吧 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 本來事實嘛 事實 改成向下追蹤 就這一段 好 那請各位試著把剛剛的程式先寫完 但是現在寫完 已經可以完成住專了 但是領主、辦事員、助理員好像還是沒辦法 變成說這個地方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這個可以清除 可以烤平 這樣OK了